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他们的父亲是一个法力无边的老魔王 老魔王生了很多的儿子 然后再把儿子吃掉 以此获得更强大的魔法 这哥儿仨不愿意被父亲吃掉 就联手把老魔王封印在一个黄金棺材里面 就这样几千年过去了留下一个传说 传说在哥儿仨的子嗣中会出现一个人去复活老魔王 一顿老魔王复活将会吃掉所有的人类 同时还有一个传说 哥儿仨的子嗣中也会有一个英雄出现 这个英雄会阻止老魔王的复活从而拯救人类 然后又是几千年后 在人类世界的一个召唤师峡谷中 生活着很多的半人半神 他们都是神在人间的私生子 其中就有我们的男主 男主是海皇波赛东的私生子 男主生性善良 一直以维护世界和平为己任 而宙斯海神冥王哥儿仨 似乎都有不孕不育的疾病 目前发现的神二代就两个 一个是男主 还有一个就是冥王哈迪斯的儿子西利哥 哈迪斯的儿子西利哥一直都是问题青年 所以很多人都认为 男主就是拯救世界的那个英雄 而西利哥则被认为是传说中那个复活老魔王的人 再说召唤师峡谷 这里有智慧女神的私生女大爷妹 还有性格好斗的半神 战神阿瑞斯的私生女暴力妹 还有男主的好兄弟半羊人小黑 不过到底是小黑的父亲是羊 还是他的母亲是羊 老弟我就不知道了 外国人的口味很难判断 好了回到电影 这天召唤师峡谷来了一个新人 峡谷的老师就把男主叫了过去 他告诉男主 这个新人是他同父异母的兄弟 男主一看不得了 这是个独眼人 就叫独眼哥吧 男主一方面觉得不可思议 一方面有点佩服父亲的审美观 这个时候召唤师峡谷外围的屏障 被一头机械牛攻破了 这头机械牛巨大无比 而且可以喷火 变化成各种战斗机甲 所以老弟猜色 机械牛应该是威震天 或者霸天虎和母牛在凡间的私生子吧 男主想要打败机械牛 但他确实不是机械牛的对手 危机时刻独眼哥冲了出来 开始大战机械牛 他天生力大无穷 可以不畏惧机械牛喷出的火焰 最终帮助男主打败了机械牛 这个时候召唤师峡谷的老师告诉他们 峡谷外面的屏障其实是一棵树 这棵树是一个半神的尸体所化 当年这个半神为了救男主一行人 被坏人杀死 最后他化作一棵生命树 继续保护召唤师峡谷 如今生命树已经开始枯萎 老师告诉大家 这是因为老魔王已经开始苏醒 只要找到羊皮圈 用羊皮圈治疗生命树 只要生命树痊愈 就能阻止老魔王 于是男主就和小黑大爷妹等人 开始寻找老魔王 独眼哥性格有点二 男主一开始不想让他跟着去 但是想到独眼哥是自己的亲弟弟 最后也就同意了 独眼哥不愧是海参的儿子 他能召唤出一匹像马一样的海怪 驮着他们找到了羊皮圈 但是接下来西里哥找到了他们 西里哥要复活老魔王 也必须要用羊皮圈 由于西里哥带的马仔多 他们抢走了羊皮圈 并且活捉了男主一行人 然后找到了老魔王的棺材 在打斗中独眼哥为了保护男主 被西里哥砍了一刀掉落山崖 男主看到亲弟弟就这么死了 终于爆发了小宇宙 拿着自己的大宝剑 医生德马西亚就杀死了老魔王 同时也打败了西里哥 赶跑了他的马仔 战斗结束后 独眼哥竟然又出现了 毕竟他也是海神的私生子 不管受多严重的伤 只要遇到水就能痊愈 最后他们带着羊皮圈 回到了召唤师峡谷 复活了生命树 也复活了化身生命树的半神 这次电影结束 生活中自然是没有神的 也没有什么神二代 有的也是富二代 穷二代 官二代什么的 最后老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是什么二代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告诉老弟 老弟先来 老弟我是 如果家谱没错的话 目前应该是穷六代了 穷六代 好了不说了 村里小卖部的过气辣条要处理 数量有限 老弟得赶紧过去 要不就抢不到了 今天就到这里 有喜欢的哥哥姐姐 可以点击关注转发 我是朱迪 我们下期再见